上开坡下坡转第二个弯的时候还有的 下一点我回一辆 然后越来越快了我点一下刹车就没有 就发现没有 右边是十米多深的山羊 左边是山体和水沟 车上载了四位亲人 情急之下 郑某努力将车向山体和水沟靠近 越来越快了 打一手方向已经抓了山体向 由于下坡车速过快 郑某没能按设想把车逼停 导致车辆发生侧翻 所幸他们一行五人当时都系了安全带 只有个别受了轻伤 民警告诉记者通过这起事故 希望广大驾驶员在日常驾驶过程中 千万不要因为侥幸心理而忽略车辆的安全检查 平时也要多学习紧急情况下的避险措施